讲多一次 好又照着骨骼的健康 虽然这个已经是很多人 他们已经是见怪不怪的 那么呢 今天大家会再多加一点 额外的支持给大家 好 Alex Good evening Mr Alex OK Lim晚上好 Jennifer姐晚上好 新说话晚上好 Mr Sima Kyong穿菜 Mr Kyong 晚上好 好时间来到了我们的晚上8点钟 OK 那么人数其实也不是很多 那么今天呢 也不会 感觉不会一起太多人过来 杏花姐 杏花姐晚上好 OK 杏花姐刚刚进来 刚刚我看到 Mr Anthony Mr Anthony Good evening 人妹 晚上好啊 看你开到video了 Pinky Good evening OK 那么呢 8点钟 8点钟哦 今天等一下我们再多等一下好不好 因为人数不是很多 多等一个5分钟 看看人数会多 多一点 然后我们再开始吧 然后我们再开始吧 OK 再多等一下啊 多等一下 那么呢 在这里呢 各位以为的家人朋友们 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哦 呃 就是面对 你们客户给的 比较难解答的问题啊 还是什么样的 哦 都可以欢迎打在那个comment欄上面啊 那么今天的课呢 呃 也不会 说 非常的长哦 差不多50分钟就可以 说了哦 所以呢 呃 我们再多等一下下 那么呢 看人数 呃 差不多来到了50个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了啊 好 在这里呢 如果还有新人的朋友们 还不知道什么是有的概念的话呢 今天就可以透过这堂课 来把大家叫进来 因为 今天的课呢 很简单的 也哦 很简单的 也啊 休了节晚上好 休了节 你也来啦 休了节啊 就看还有谁来啊 大家陆陆续续进来哦 OK 大概认识越来越多了 Veline咯 晚上好啊 Good evening啊 Veline咯 请席 晚上好啊 OK OK 那么这堂课呢 其实很多人都听过的了 只是在refresh一下大家的memorial 毕竟这堂课 我最后一次讲 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了 去年了 所以呢 是千载难逢了 因为现在随着公司的产品 越出越多 很少会碰到油了 呃 不晓得就是 大家会不会 已经忘记掉了呢 好油到底对我们身体 做什么东西啊 OK Veline咯 啊 Pingky啊 Good evening Pingky OK 今天里来的 今天里来的 Pingky跟 Weline老 the topic will be the same as yesterday ok because I was called suddenly to ask to give speech for today so I have no time to make a new slide that's why I will repeat the same slide as yesterday ok this is momentina oh lymphatic cancer damage which part of the body most in what best way can we kill ok lymphatic cancer 是零八矮吗 零八讲真的是一个比较难搞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 零八 我们的零八系统 is all occur in our body so for me lymphatic cancer can be spread more easily and faster compare with other cancer so for me drink more water don't be moody ok always have good mood always be happy the second one the third one you can consume oil 6 settles per day 2-2-2 after breakfast after lunch after dinner ok and then you can take cell pro is your nutrition meal or replacement meal for morning one settles and then night one settles ok and then in chaga you can have 6 settles per day 2-2-2 like that ok 还有人吗 还有人吗 啊 谢谢你啊 幸花姐 谢谢你 你们也 你也是很厉害啊 一直在saba 已经开始讲talk了 幸花姐 谢谢你啊 ok so 我们不等了啊 41个朋友了 ok 来 今天呢 讲回以前的topic 可能很多人 还没有听过 也有可能很多人听过 不过呢 听过的朋友们呢 我今天会讲一点 病理下去啊 I will give some statology ok so 你们可以学起来咯 以后有客户 问你们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 那么你们就可以 回答了 ok 今天就是讲 5个 骨头骨头骨头 昨天呢 新人会议的时候呢 我也是讲这张 这张是来的啦 ok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my name is andku啊 然后呢 我是在日本两年的 foundation哦 四年的degree so i'm a certified 的一个nature signist啊 ok so这些全部都是 我的毕业证书啊 我的毕业证书 我在这边呢 我们马上就进入 我们的主题 什么是骨髓呢 好 什么是骨髓 Bone marrow ok 有没有有人问 想过哦 骨髓这个东西哦 它为什么要藏在 我们的骨头的最内部呢 你看 这么软软的 一个胶壮的东西哦 被我们这么坚硬的骨头 包围着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意味着什么东西 我们这么坚硬的骨头 把它 觉得很重要 重要到要把它 保护起来 这么样的重要了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中文呢 有一句话 叫做病入膏盲 对吗 病入膏盲 那什么是病入膏盲呢 膏那个字是什么呢 膏是胶盲 就是说呢 你生病了 已经进生 到我们的骨髓里面了 所以呢 这意味着你 我们的这个病情 就是变得很严重了 这个就叫做病入膏盲 所以呢 可以知道就是呢 如果你的病呢 已经进到你的 这个骨髓那边呢 证明这一个呢 已经是变得很严重了 然后几乎是不自身的 那种严重的 就讲到这么严重了 所以在这边呢 从这个中文的这个文化呢 可以看得到呢 骨髓对我们的人 是有多么的重要啊 OK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来看 以吃的智慧呢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全方位 去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呢 OK特别是我们的骨骼 这一方面 所以今天的你呢 将会利用这一堂的课的知识呢 会知道 哦原来我们的骨头 跟我们的这个油呢 居然是那么的息息相关的 相信呢 有一些 呃客户 Customer 他们feedback feedback什么东西呢 哦 有发现到 其实呢 OK 啊 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有一些人哦 他们喝油罢了 没有小破 他们没有喝小破 他们喝油 为了他们的骨密度增加 OK 他们可能他们的这个 有osteoporosis的那种现象 骨骼疏松症的现象 但他们在喝了这个油之后呢 哦 既然骨密度会增加 他们的骨骼变得比以前还要强壮 这个又是什么原理呢 所以呢 今天呢 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pathology 所以在这边 骨髓呢 被骨头保卫着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我们的骨头呢 其实呢是由两个细胞所组成的 所以骨头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器官一样的 好 其实有两个细胞 一个呢叫做破骨细胞 另外一个呢叫做造骨细胞 差不多他们的更新时间 如果没有错的话是120天了 120天呢 这个破骨细胞 就把这些旧的骨头吃掉 然后呢吃掉的同时 造骨细胞呢 他就会负责 把这些骨头给造出来 所以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呢 如果你有面对比较矮的问题 你想要让你的孩子呢 长得比较高的话 在这边就要留意一下造骨细胞了 造骨细胞啊 所以呢 这个造骨细胞 他一般上是被什么样的因素所影响的 第一 第一哦 我们跑不掉 这个是查出来的资料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基因 没有办法 这个是基因哦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生活习惯啊 比如说 你会去跳高 你会常做运动啊 你早睡早起 你睡眠足够 这一些就是属于 你的生活习惯 然后这下来才是食物营养哦 OK吗 OK吗 所以呢 骨头呢 跟身体的其他的器官是一样的啦 啊 被很多个血管所包围着 你看到吗 这一些血管哦 OK 这个血管啊 一个红色的叫动脉 蓝色的叫静脉啊 红色的动脉 蓝色的静脉啊 所以呢 看得到是什么东西 戒 所以呢 你看戒是什么东西呢 哦 原来养分从骨髓跑出来 然后呢 也会把养分送进去骨髓里面 啊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被密密麻麻的接着的 所以呢 你要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你的骨密度 对吗 这些全部都是你的calcium 你的钙对吗 所以呢 你看到吗 你所补充的钙质都好呢 啊 这一些呢 他们都是会透过这个动脉静脉呢 流入和流出去的 OK吗 所以在这边来 第一个重点 OK 第一个重点啦 这个是生活化的东西啊 第一个重点 在这边呢 输送这一些营养 如果那个营养呢 输送到这一边的话呢 OK 营养在 它在这一边的话 看到吗 啊 这个啊 OK 这一边啊 这边呢 他们就会刺激 collagen的这个生成 就是这个 呃 我们的骨胶原 OK 骨胶原蛋白啊 所以呢 在这边 如果你们身边的人 有普通的关节炎 OK 有关节炎 就是说 这个关节炎 它不是属于 类似性关节炎 一般的关节炎的话呢 就是它单纯没有焦 它单纯没有焦的话呢 那么 你们呢 可以以饮食方面来 怎么样去补充呢 其实你可以慢慢去补充了 来 第一点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点 你最需要的原料就是 维他命C OK 维他命C排第一 OK 第二呢 你可以有油 第三 你可以有那个身体的酵素啦 酵素啦 这一些东西的啊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啊 我平常整天说的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 维他命C哦 它是 胶原蛋白最主要的来源 OK 然后 剩下的呢 油的生成呢 是帮助它润滑 然后呢 帮助它的一些原材料之外呢 那么呢 教授是帮助它的 conversion啦 帮你把这个 呃 我们的维他命C呢 转换成去什么东西呢 去 呃 关节 呃 这个 骨胶原 OK吗 啊 转换了之后呢 慢慢转换成身体的 这一些胶原蛋白 明白了没有 所以它就是其中一个材料 所以在这边听清楚啊 啊 你们要让你们的这个 呃 软骨的有刺激 在身的话呢 那么第一点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点呢 就是你需要的是 维他命C 所以呢 维他命C在这边 我常常都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要吃的是 天然的水果 天然的水果呢 其实它是属于最靠谱的啦 在全部的东西里面 当然你可以选择是supplement 反正一些部分的 部分的一些公司哦 看过一些公司 他们出来 他们做的实验 给出来的报告呢 其实是说什么东西呢 很多时候口服的supplement啊 口服的vitaminC啊 那种一粒一粒的那种哦 他们身体 他们的吸收率呢 其实算是非常的低的 几乎的吸收率只有18%了啦 99%其实呢 是被flash掉的 比较难吸收一点 所以呢 建议大家呢 去吃这种天然的vitaminC 是最好的 所以呢 vitaminC高的 这些食物呢 有什么东西呢 水果 OK 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第一名就是那个瓜巴 三十六 然后你还有什么东西 你有strawberry 你有那个 植栋椒 OK 然后呢 你有 橙 你有kivi 这些都是属于 高维生素C的 水果 跟蔬菜啦 好不好 可以吗 啊 当然 你们就说了 我要比较懒一点 然后我要一次过 比较容易一点的油 当然你要从天然上面走的话 OK 我们天然 就是可以跟水果一样 媲美的这个天然的 这个饮食的话 以油味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们的产品呢 有两个 OK 有两个 产品呢 含有维他命C的 第一个是intaga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cellpro 两个都有啊 OK 当然呢 cellpro呢 它也有 合成身体 重要教授的原材料 在里面 它有 因为它有 非常丰富的 氨基酸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选择 这一个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照骨细胞 所以呢 照骨细胞呢 就是我们的骨头 它 会不会松出 它 你会不会有 骨骼疏松症 或者是呢 你的人长得高 还是长得矮 你的骨头 壮不壮 OK吗 啊 这一些呢 它都是属于照骨细胞 它健不健康 所以呢 照骨细胞影响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遗传 OK 遗传 接下来呢 就是剩下的就是基因啊 种族基因啊 等等这一些东西哦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外来基数啊 有些人去打针的那种荷尔蒙哦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 营养 还有外科手术哦 当然外科手术最多是长三到五线 不会再多了哦 OK吗 所以呢 以营养上面来补充的话呢 它虽然是比较缓慢 但并不是说它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它多多少少也是会帮助到我们哦 好吧 好 来这边呢 来我们来讲一讲回我们的油 OK Omega 3呢 它能够帮助盖制的吸收成就健康的造果细胞 增加果密度 来在这里呢 要给大家洗一洗脑 就是也不是洗一洗脑 就是refresh一下大家的脉 OK 老人家都好 小孩子都好哦 老人家最多的 他们哦 怕自己的孩子长不高 OK 他们怕孩子长不高 他们就做什么东西呢 他们会从小给孩子去喝那种 盖的水啊 吃那种很多糖的优格啊 或者是呢 买那些补盖的东西会给小孩子吃 然后相信的有一些人呢 会在一些新闻上面 我曾经看过哦 我曾经看过 因为我每次都是喜欢看这些健康的杂志啊 报道啊 这些东西 我喜欢看新闻哦 OK 有看过呢 有一些老人家呢 他们把为自己的身位过高的概量 导致他们要洗身 OK 这个是为什么呢 那昨天我也是有跟这些客户 他们解释 有些人来问 补盖是对的嘛 特别是你看停经后 骨质流失 可以在Omega 3可以帮助医治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OK 可能你老了之后 你去咽血 OK 你咽了你的身体检查 包括出来哦 你的高线严重不够 这个是第一点 或者是小孩子 你为了要让他争到 OK 你就大量的补充盖质 OK 我们以小孩子的角度 我们先讲小孩子的角度来说的话 OK 你单纯的会补盖 是没有用的 OK 钙的原本 本质是什么东西呢 OK 钙呢 基本上呢 比如说我们从牛奶上面来说的话呢 它的 它的这个化学构造叫做 Calcium Carbonate OK Calcium Carbonate 或者是Calcium Oxide 有四五种的了 OK 四五种的Calcium的种类 OK 这一些呢 Calcium Calcium是属于碱性 OK CA Calcium本身是碱性 But Carbonate 本身是属于酸性的 OK吗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这个钙质呢 特别是你在牛奶上面呢 OK 它会呈酸性 它基本上呈酸性 所以呢 这个钙质呢 它吃进去我们的身体之后 你想象一下啦 你要补钙对吗 这个钙它会气到我们的骨头 对吗 它会气到我们的骨头 但是呢 牛奶本身呢 如果它本身 它是Calcium Carbonate 它是Carbonate的话呢 那么呢 这一些 酸性的东西呢 它们就 会在我们的骨头的周围的 其实 OK吗 它会在我们骨头的周围 然后呢 怎么办呢 然后 我们的身体呢 为了要综合这些酸性 因为我们的身体 也不喜欢酸性体质的嘛 OK 我们身体不喜欢酸性体质的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的 这些骨头呢 它为了要综合这些酸性 它为了要综合这些酸性啊 所以呢 骨头呢 它就会释放 Calcium Release Calcium 去我们的 细胞周围 OK吗 Toyce Release去我们的细胞周围 所以呢 它Release过后呢 我们的骨头就不够盖制了 我们骨头第一点 它不够盖制 你就会有骨骼疏中症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以前的时候 有一些部分的周围师 他们就说 为什么喝了牛奶 还会有骨骼疏中症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有些人会说 为什么牛奶酸性 我没有讲牛奶不好 你可以适当的喝 但是呢 就是说 不要把它当成是100% OK 不要把它当成是 非常营养的东西 当然它也是营养的 反而这些东西 还是见仁见智 适当就好 很多东西都好 水对我们身体也很好 但是你也适当喝的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报道 OK 算是一个报道 就是从比较早出来 有这样子的一个 曾经的一个新闻 是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女孩子 她去参加喝水比赛 在三个小时 喝了7.5L的水 结果她产生了水中毒 水中毒 就是那个水太多 把你身体的那些电解质 你身体的那些 矿物质都稀释掉 OK 造成呢 你的身体体液的内外呢 他们的那个血压 不平衡去 他们imbalance去 所以呢 会有这种 她就产生水中毒的情况 然后呢 她就这样子过世掉 这个是有这种新闻的 所以不管什么东西都好 我们讲什么东西都很好 都好呢 凡事都要有一个量 包括牛奶也是的 OK我这边没有讲牛奶的不好 也是好啊 OK吗 各位明白了没有 所以一样的 你们明白吗 骨头在这里呢 他们为了要综合这边的酸性 不只是牛奶 你去吃那些肉类什么 你去酸那些 很容易有酸性体质的东西呢 这一些东西呢 他们release 这些盖质呢 他们要综合嘛 对不对 所以呢造成这个骨盖质呢 它就往我们的身体外面流失 它流失还不要紧 你知道吗 你们有看过你们的 calcium tablet吗 有看过吗 那个盖质的那个盖片哦 这些东西是不是磨成粉粉的 粉粉的一样的 它在你的身体 它也是粉粉的好吗 它是粉状了之后呢 那么这些粉呢 在你的这些呃 酒和酒之下呆酒之后 如果呢 你没有什么运动 你又不爱喝水哦 你这个人不爱喝水 又不爱运动 又没有什么去小便的 或怎么还喜欢上厕所的 怎么办呢 那么呢 这些粉呢 它就会长期沉淀在我们的骨头周围 OK 它会沉淀在我们的鸡肉四周 这些全部都是鸡肉啦 OK 你把它想成是你的肉就对了啦 慢慢的这些 calcium 一粒一粒的 它就会沉淀在我们的骨头上面呢 形成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们最出名的骨刺 所以骨刺是怎么来的 骨刺呢 这其实是因为呢 我们的这些盖子流失 盖子流失在我们的体液周围 OK吗 在我们的体液周围之后呢 那么我们的身体呢 都循环在不够好的情况之下 包括领巴 OK 领巴阻塞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慢慢的呢 这些盖子它就会沉淀 沉淀成一块东西 在这边呢 在我们的骨头啦 这个就叫做所谓的骨刺 好吧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骨刺发生在什么样的人上面最多 第一点不喜欢运动 第二点OL 就是长期坐在办公室的啦 不怎么动的啦 会比较多一点 OK吗 在这边补吃啊 所以在这边呢 OK 我讲完小孩子之后 大家都知道我咯 OK 你补钙 你可以补钙 你可以补 那么呢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东西呢 你就 同时间你要吃维他命 没有 不是维他命 对 你要维他命D3 OK吗 D3的出现呢 它可以帮助我 把你吃进去的这些盖质呢 吸收进去你的骨头里面 OK吗 这个是D3的工作 所以你看呢 我们讲D3强壮骨骼 D3强壮骨骼 他讲强壮骨骼 他把你吃进去的这些盖质呢 OK 补进去我们的骨头里面 我要跟你们讲 你们不用特地去吃 烤像tablet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啦 有很多食物都已经有很多烤像了 除非是什么东西 除非你是孕妇 你需要不烤像 因为你的孩子 你做baby 你要很大量的烤像 这些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另外的 正常人来说呢 你不需要耳瓦性不烤像 这个是我讲的 OK吗 明白吗 所以呢 D3帮助这个吸收之后 那么油呢 油在小孩子上面 帮助什么东西 你们要听清楚啊 OK 油的工作就是把这个vitamin D3 它能够顺利的溶解 溶解 OK吗 你有D3 but D3 它是dissolve in oil OK 它不是dissolve in water的 比如找vitamin B vitamin C 你吃下去之后 你要喝很多水 因为它是在水里面 它就溶解 它就吸收 but vitamin D本身呢 它是有油 OK 它要吃油 OK 它有好油 它才能溶解 明白了没有 它才能溶解 它才能拿来用 OK吗 明白吗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你要帮助小孩子 你可以给它吃 calcium OK 第一点记得要适量 第二点呢 多多晒太阳 第三点呢 你一定要吃好油 明白了没有 这个是第一点了 来我们看大人 OK 很多人呢 特别是女孩子 他们呢 会去做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之后呢 他们会发现到 哇 我的骨骼疏松 我的概质不够 医生叫我吃 calcium carbonate OK 或者是 calcium nitrate calcium oxide 这一些 calcium 也对了 calcium tablet OK 个人认为是 calcium nitrate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 我回口水一下 然后呢 问题是什么东西 问题是呢 你真的是需要补盖的吗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很多人 他们喝的那些 补盖的那个营养品 一丁一丁 是吧 吃不过这个 一丁一丁的东西 对吧 奶粉样的东西 然后 有些人就吃tablet 他们吃了几个月 去验 一样的 谷歌收入没有改变 一样的 他们的 calcium 可能他会improve一点点 就那么的一点点 他不会很多 OK吗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其实呢 就像我讲的 很多时候 不是你的 calcium 不够的问题 明白吗 是什么东西 是 你的身体不够油 有跟油有什么关系呢 真正来说 是因为你没有 不够油 你身体不够油 然后怎么办 你身体锁不住那个 calcium 真正是你的 calcium流失 你要做的工作不是普 calcium 而是一般 calcium流失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看到身边很多人 他们一直补 一直补 一直补 补到怎样 OK 我点击看到了 缺乏概肢的人 他们有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长得比较胖 OK 长得比较胖 我个人 我不是医生 我能想象得到的 pathology 应该是 因为靠下他们补很多 对吗 靠下是粉状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 一样的 他会塞住你的肾 如果你不能吸收 你又不能排出来 他就会block在你的肾那一边 OK造成你的这个水循环 他会比较不顺畅 比较不顺畅 所以呢 我个人是认为的话 你吃omega3 你在这边有两个好处 第一点 你通你肾脏的血管 这个是第一点 当然你要喝很多水 你也是要喝很多水 第二点呢 人停经 女孩子停经之后呢 他需要特别多的omega3 为什么呢 因为omega3呢 跟6呢 你balance的话呢 你是补到你的子宫的 OK吗 补到你的子宫 然后会怎么样呢 会 帮助你锁住你身体的钙质 omega3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有足够的油 补充到你的 你的荷尔蒙之后呢 你的荷尔蒙呢 会被分泌出来 然后锁住你身体的钙质 明白吗 所以你看停经后 你钙质流失很多 荷尔蒙失调了 明白了没有 你看他的pathology 就是在这里 很容易爆料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很多时候呢 我跟很多人说 之后呢 原来每个人呢 都听了这场课之后 他们就讲 原来是这样子 难怪我一直去 考虚我整天去 去那个 pharmacy买 考虚我怎样补 补不够 当然 你孕妇的话 如果你是怀孕的妈妈 你补油跟补盖 是同时间 这个是最好的 明白了没有 OK吗 来在这边呢 题外话 题外话 OK 项破 项破 项破里面的 盖子是属于火星盖的 比如说 在这里 你们可以听 一般就好 就是不用听到 太过专业性的 为什么呢 一般上 西药坊的盖子 呢 calcium carbonate 他们的化学构造 叫做 CACO3 OK CACO3 我们的这个 以为的这一个呢 因为它不是process 它是属于天然的 素质找那边而来的 所以呢 它的酵性是属于CA2 plus OK 它是有plus的ion OK 所以它是属于火星盖的 火星的啦 明白了没有 OK吗 它也不会造成你身体减性 所以你看 为什么欧阳盈老师说 哦 哇 喜乐宝这一个 去哪些验座 哪些化验座 它是减性的 它是属于减性的 所以呢 这个是它的 其中一个 关键点在这边 明白了没有 OK吗 CELPRO CELPRO本身是属于减性的 好 在这边 破骨细胞 OK 破骨细胞呢 就是把我们的老旧产被的 这个 包括 如果你的这个 骨细胞上面呢 有这个 找到癌症基因的话呢 破骨细胞也会破坏掉它的 OK 这个呢 其实是 我做这张slide的时候呢 这个资料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 中国 OK我中国呢 50多岁的 他在骨头专科上面呢 他是帮人家动骨头的手术的的 就是你们最出名的那些膝盖那边的手术那种很多的 OK 他是骨头的专科 他专门读骨头出来的 OK 他有30多年 他就跟我说的 OK 虽然呢 课本上面呢 是看到临床 没有发现到 如果你的骨骼疏松会造成这个癌症的不转移 然后但是呢 他们呢 动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呢 其实呢 有发现到是什么东西呢 OK 你骨骼疏松的话呢 骨骼流失的话呢 OK 你的癌症呢 癌细胞呢 更加的容易 更加的容易怎样子 更加的容易哦 透过你的骨头 转移去其他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嘛 对不对 癌症的第四期是什么东西 癌症的第四期是 癌细胞已经去到骨头那边了 OK 已经去到骨头那边了 病入高盲了 OK 比较严重 所以在这边呢 骨骼疏松呢 其实他有间接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呢 预防骨骼疏松 从你我做起啊 好像不是这样子讲哦 预防骨骼疏松 从锁住盖制开始 OK 不是补充盖制 记得锁住盖制 真正的原因是盖制 没有被锁住 盖制流失的问题 而不是你不够盖 绝对不是 OK吗 朋友们 当然你要补盖 可以 你就去吃油 吃油加补盖两个一起 是最好的的 明白了吗 OK 所以呢 临床上面呢 他给我的例子 就是预癌啊 直肠癌呢 这一些呢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啦 OK 其实预癌跟直肠癌的人呢 可能有这个癌症的时候 就是他的前章是什么东西呢 他有骨骼疏松 他不够盖制 明白吗 OK 然后在根本上面来说呢 盖制本身他是碱性的 CA2 plus 他是碱性的 OK吗 CA2 plus 高线嘛 高线本身是碱性的 所以呢 高线你吃的话呢 是不错的啦 是好的啦 OK 所以呢 结论呢 保护骨头很重要啦 OK 在这边 在刚才我讲的 我讲的就是呢 Vitamin A 他你摄取的话呢 可以防止骨头畸心生长 和骨骼生长缓慢 所谓的Vitamin A 维他命 A OK 这个维他命 A 你不需要去额外去吃 吃tablet的啊 你只要日常生活当中 吃红色跟橙色的食物呢 基本上就有了 OK吗 红色跟橙色的东西啊 比如说 pumpkin Glodekin orange Berry strawberry 这一些东西的啊 OK 葡萄的皮本身你是有的啊 明白了没有 明白吗 OK 都有这个Vitamin A 他可以转换的 OK 我这边还要读说什么东西 OK 还有 如果呢 平常呢 不怎么喜欢吃蔬菜水果的 你有没有关系 OK 你可以喝东霖 女动霖 跟 inchaga OK inchaga 红色橙色银河都有了丰富的Vitamin A 补眼睛的 OK 补眼睛的 所以Vitamin A都是从红色跟橙色的水果来的 然后来再来 Vitamin C 就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水果 然后呢 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呢 Vitamin C 你可以看得到车祸的人啊 摔断腿的人啊 骨折的人啊 你们包那个 包那个bandage的时候 包那个石灰的时候 医生一定给你Vitamin C 一定给你的 OK Vitamin C呢 它可以让你的骨头 如果有fracture的地方 有裂痕的地方 你觉得你的骨头哦 比较脆的人呢 你可以吃Vitamin C来做修改 OK 所以Vitamin C Vitamin A 它不是对眼睛很好不了 它也不是 Vitamin C不只是讲免疫系统 也不是讲胶原蛋白 也不是讲美白 最出名就是 Vitamin C 它第一点出名就是抗坏血栓 就是那个败血症 OK 白血症的人啊 吃Vitamin C好 第二点就是Vitamin C可以美白 这个是我的课本上面写的 but 我我我自己 你看我你看我这么白你就知道了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有胶原蛋白 OK Vitamin C的啊 还有 如果你这个牙齦什么东西 喜欢出血的话呢 除了细菌感染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Vitamin C 不够 OK吗 然后你的伤口要修复 OK 就是说你的 你的 你的脸啊 流血啊 你的手啊 被割到啊 这一些啊 伤口修复也是Vitamin C的啊 然后呢 在骨头上面呢 骨折 的话 你也是要Vitamin C做修复的啊 然后Vitamin D 晒晒太阳就有了啦 OK吗 明白吗 然后在这里呢 记得就是Vitamin A跟Vitamin D呢 是属于溶解在油里面的Vitamin 溶解在油里面的Vitamin 明白了吧 OK吗 啊 所以 你知道吃ACD很重要 你知道很重要 你喝冬灵 你都要补 对吗 你喝 你吃银茶干你要补 但是你不知道吃油 哈哈哈 OK 你要吃好油的 好油很重要的 OK啊 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啊 OK 为什么骨髓这样重要呢 为什么骨髓这么重要的东西 它躲在里面呢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 最重要就是这个stem cell 看到吗 所以呢 当我们身体哦 有足够的骨头 有足够的骨髓 你的骨髓很饱满哦 那个脚很多的话啦 你身体会有很多干细胞的 这些干细胞呢 它长大之后 它会透过differentiation啊 differentiation啊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它会变成你眼睛的细胞 它会变成你肺的细胞 它会变成你肺的细胞 它会变成你肝的细胞 啊肝 肝其实不只是stem cell出来 它还会自己分裂的啦 OK 细胞有很多种方法的啦 but 干细胞是最最普通的咯 明白吗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子想 你想像是什么东西 我们身体的祖先就是骨髓 你有了骨髓 你才会有我们身体这一些细胞 我们都知道嘛 对不对 人的最重要的 最简单的单位是什么东西 就是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就是细胞对吗 细胞的 你细胞小时候叫什么 叫做干细胞 干细胞的妈妈 从哪以来 骨髓咯 明白吗 你看难吗 我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这些骨髓呢 它生出来干细胞 干细胞长大之后 就会变成我们身体各式各样的细胞 看你的身体的细胞要哪一个 它就变了 OK吗 OK吗 明白了没有 OK啊 所以在这里呢 题外话 OK 在这边呢 我听过一个医生他们他的解释 就是呢 其实骨髓呢 一般上你要制造 你要补一次骨髓 你要让你的这个 你用掉了一次骨髓之后 你要让它补回那个原本的状态 你需要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OK你需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呢 骨髓一旦制造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就是呢 Dengue的可怕性 因为Dengue是什么东西 Dengue是一个蚊针 你看很多人呢 他们每年会死在蚊子的手下 很多 对吧 对吧 看报纸呢 看报纸 不然你们可以去谷歌 一年死在蚊子下面的人有多少 OK 就会跑出来给你很多 真的是很多 我忘记掉了 我以前有记住这个这个数据的 然后呢 现在跟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Dengue可怕在哪里 Dengue可怕是在你的蚊子带来的那个病毒 那个病毒叫做 那个普通日症啊 很多种 蚊针有很多种 然后呢这个Dengue的病毒呢 它进到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呢 为了要打这个Dengue的病毒 这个骨髓呢 干细胞呢 它就做很多出来 它就做很多B细胞 T细胞啊 做这些米粒细胞出来 NK细胞啊 就要去打它 所以我跟你说 你种一次Dengue 你用掉身体一半的骨髓 恐怖吗 OK 恐怖吗 所以呢 你制造下来就要半年的时间 这个就是为什么 一般上的人呢 他们一年不能种两次Dengue的 很危险 真的是很危险 所以为什么一般上 一般很多人呢 不是讲一般人 很多人呢 OK 他们呢都逃不过Dengue 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吗 所以骨髓很重要 你要补它更加的重要 OK 干细胞 OK 干细胞 你们最喜欢的干细胞 我之前听到有什么产品的干细胞 你们身体本身就有干细胞 OK吗 为什么你们身体不够的干细胞 我来跟你们讲 OK 因为你不够补骨髓 你骨髓不够 为什么你骨髓不够 你没有吃好油 OK 在这里呢 其实骨髓呢有分两种 一个呢叫做红骨髓 另外一个呢叫做黄骨髓 红骨髓呢 40%是油 黄骨髓呢 80%是油 OK 在这边如果有听客的人呢 你们可以打下去 一方呢如果有人中途离场的话 他们可以看得到 OK 红骨髓的40%是油 黄骨髓的80%是油 然后呢 你看我写什么东西 大部分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什么意思 这个80%里面 OK我讲明白一点 我讲人话 讲的你们明白一点 这个80% OK 比如说黄骨髓嘛 对吧 80%是油 这个80%里面是什么东西 80%里面的71%是印加果油 80%里面的71%是什么东西 是鱼油 80%的71%是橄榄油 就是不饱和脂肪 所以简单来讲 他就是好油 而不是你的那个炒果条的油 不是那个猪油 不是那个牛油 不要这种油 不要那种煮菜的油 明白了没有 他要的是好油 因为他大部分呢是属于 不饱和脂肪酸 他是胶装的软软的 在里面 OK吗 所以呢 呃 这一边的也 所以呢这个黄骨髓呢 只要有这个骨髓啊 你就有机会制造这个肝细胞 这个肝细胞 有的话呢 你的射体的其他的 这个器官都很健康的 比如说什么东西 呃 比如说肝脏啊 比如说肾脏啊 如果他健康的话 他就会分泌那个荷尔蒙出来 你的肝脏啊 等等这些东西哦 然后呢 他健康的话呢 这样你的胰岛树啊 这一些东西呢 间接来讲呢 他是可以帮助到改善 OK吗 明白吗 只要你的股髓健康 OK 所以呢 谷歌书中 为什么谷歌书中 因为股学股髓缺乏脂肪 为什么缺乏脂肪 你没有股 你没有股 所以股学不能够锁住那个什么东西 锁住你的这个 这个呃 油 不锁住你的油 对吗 你想象一下 谷歌书中吗 你的你的骨头都这么脆弱了啊 那么外来的东西呢 外来的细菌都好呢 呃 外来的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病毒都好 是不是很容易攻进去你的股水里面 是不是很容易攻进 谷歌书中咯 明白了吗 你的股水本来就不够油啊 他是息息相关的 你知道吗 股水有了油之后 那个油才能锁住 盖子 OK 骨头有了盖子 他才能围成一个围墙 保护你的股水 他们是阿邦阿内来的 相互的关系 OK吗 所以呢 这一个呢就是 让我们女性和我们死条 是最主要的原因 股水不够油啊 所以女孩子更年期后 你更加应该要喝好 OK 难吗我讲的东西不难了 来 谢谢啊 OK 在这边呢 女孩子来说的话呢 她比起男孩子更加的 应该要去预防这个骨骼疏松 男孩子她的症状会比较少点 女孩子会比较多 除非男孩子这么吃呢 你男孩子喜欢抽烟那一些的 就比较快一点哦 所以 女性的骨骼疏松会 因为根据她的性别 还有她的年龄增长 而更加的容易患伤啊 所以 所造成的后果就是 骨头变得很容易 啵啵脆啊 容易碎哦 然后即使是轻微的受伤 也会难以恢复 如果呢你觉得 你受伤的难以恢复的 这个情况之下 没有关系哦 喝油 喝活性钙 还有什么东西 喝维他命C 如果你真的要懒人包的话呢 其实你很懒的话呢 你很懒多去补的话 我跟你说 小破加油就够了啦 哈哈 是不是小破都有了 好明白了没有 拿鸡下去啊 所以你看盖质 我跟你讲是不是 你不相信 你平常有吃这些东西吗 你有吗 对吗 你都有对不对 所以其实呢 你平常的食物上面 都有盖质的 明白吗 你看broccoli 这个是什么东西 白菜 白菜有盖质的 你们知道吗 除了牛奶酸奶果 你不是说受死者 就没有盖质 OK 你们里面看到肉食的人 哇我我吃 我我没有吃吃肉 我就没有盖 我怎么办 我喝很多豆奶 当然你要豆奶 你自己喜欢的也可以 你看 这生菜 都有盖质的 明白吗 豆腐不用讲咯 所以 salmon啊虾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非常富含盖的 明白了吗 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是有很多东西 是有盖质的 我们不需要去特地去补充的 OK 来 就有人 刚才就有人来问 骨髓是不是有分两种呢 一个呢就叫做 黄骨髓 另外一个叫做红骨髓 对吗 就有人问 什么是红骨髓 什么是黄骨髓 OK 你可以看到 infant 你在baby的时期的时候呢 你的骨髓呢 是属于红骨髓 看到吗 然后呢 随着你年龄 越来越大呢 那么呢 你的身体呢 就会逐渐变成黄骨髓 所以刚才还记得吗 黄骨髓 80%是油 所以意味着什么东西 你年纪越大 你越需要好油 你的年纪越大 你更加的要好油 OK吗 很多人都知道嘛 对吧 小孩子要给他吃油 为什么 Omega3不闹 要给他聪明 你年纪大 你更要好油 OK吗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老了 老了之后呢 这么多 这么多病 我们不能把它 归咎成老了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可以老的健康 哈哈 而有些人呢 50岁就一身病 不要讲50岁40多岁就有一身病 为什么这样子 这个是属于饮食习惯的这个方面的问题 OK吗 所以呢 记得哈 在这边呢我个人是建议 如果你现在的你呢 50岁以上的话呢 最好的话呢 经济能力允许的话呢 你可以一天六包油 两包 两包 如果你比较吃紧的话呢 你可以早上一包 晚上一包 或者是早上中午晚上饭 然后喝一包 OK吗 最好是两包 两包 反正你们经济能力不允许 就是早上一包 晚上一包 可以吗 但是呢你们也不要说 既然这个油 我喝了之后呢 我包万能 一天喝一包 我就可以四五鸡蛋的去吃 煎炸爆炒 四五鸡蛋去抽烟 熬夜什么东西 不能呢 不要把它当鲜蛋 这只是一个food来的 好不好 那只是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 我们身体恰好就有这个营养而已 明白了吗 各位 明白了吗 OK吗 OK OK 来 在这边呢 我们再来一个题外话 题外话 OK 有一些补品呢 比如说人参啊 林姿啊 建筑枣啊 这些很贵很贵的补品哦 OK 他们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所以他很贵嘛 对吧 他对我们身体很有 你吃着你感觉到很有力啊 他还是觉得自己很有力 OK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吃了这些东西 他们觉得没有力 为什么 他们吃一次也没有力 OK 是这样子的 这些补品呢 我们吃 他主要要吃什么东西呢 主要要吃一个东西叫做蒸 Germanium OK Germanium啊 这个蒸呢 是在这些很贵很贵的补品上面 他有的咯 OK 然后呢 这些补品呢 他吃进去的原理哦 就是刺激我们的这些骨髓 OK 刺激我们这些骨髓呢 制造 释放干细胞 不是制造啊 讲错 释放干细胞 OK吗 Germanium的工作呢 就是让我们的骨髓释放干细胞 所以呢 那如果你喝这些补品下去之后呢 你感谢把短时间内突然间得到boost嘛 对吗 有的boost嘛对吗 所以你就感觉到 哇我的人很 很 很有精神啊 很有力的那种样子的 OK啊 把他赌一些人来说的话 他们的骨髓本来就没有 没有什么油了 怎么办 他们的骨髓本来就没有很多的 你吃进去是不是更加的虚 对吗 对吗 你吃进去就觉得你更加的虚 所以呢 这些补品我没有说他不好 最好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懂得吃的智慧 所谓的吃的智慧是什么东西呢 别人送别人的产品了 我们去诋毁人家 我们就找到一个win-win situation 你赢我也赢的那种 situation OK 就是呢 你可以在吃这些补品的同时间你在吃油 啊 这不就是win-win呢 你吃进去吗 又补到你的骨髓 准备练用的刺激坛来工作 你是不是长时间都可以拿来工作 对不对 对吗 所以呢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好 OK 这我不讲啊 这我不讲啊 好 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些血的问题 就是 骨髓呢 它其中最重要制造的材料呢 就是 红血球细胞 OK 然后还有血小板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既然讲到血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贫血 OK 顾名思义呢 呃 我们身体的红血球细胞是哪来做什么的呢 红血球细胞的工作呢 就是送氧气 OK 它送氧气 哪里呢 它送氧气给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OK 红血球本身它不需要氧气的 OK 它的工作呢就是把氧气送给别人 啊 这个是它的工作 所以很重要 因为如果呢 这个红血球它不带的话呢 它 意味着你身体的其他的器官 它不能够得到氧气的 OK 当它得不到氧气 我们就缺氧了 OK 我们就缺氧了 这个现象呢就叫做贫血 贫血之所以会可怕 是因为呢 如果不及时的话 可能你的身体的某一个器官 它会因为缺氧 OK 它会缺氧啊 这个就叫做 贫血啊 OK OK 然后在这里呢 就有人跟我说他贫血 他们去打 那个针拿出来之后 哇那个血很难跑出来的 OK 就是贫血啊 或者是他们去做验血 OK 他们验血了之后呢 出来 哇 天生就是 血少 红血球细胞很少 OK 但是 但是哦 医生就开药给他了 开开那些补品给他 最出名的补品有什么呢 就是 Iron Iron Table OK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Vitamin B12 对吧 Vitamin B complex Vitamin B12 Vitamin B complex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东西呢 第三个就是叶酸 其实叶酸就是 Vitamin B9 OK 但是他们就是吃这些Table的哦 吃到同久他们都不能 他们的血哦 红血球还是这么少 他们还是贫血的 吃了很多年 OK 我以前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了 我我我从我从一年级 我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读这些营养的东西 然后我知道我妈妈是贫血的嘛 然后我我妈妈喜欢买那些科学的书给我读 我就读了 贫血的人我要吃菠菜跟Strawberry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Iron很高 然后我知道我妈妈贫血 我就给他吃 他还是贫血的哦 他去读那个针的时候 那个血 呀呀呀 他的血还是不能出来 还是贫血 我还是不懂为什么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啊 为什么 原来 贫血它有分很多种类 你要针对你是属于什么样的贫血 来对症下药 OK吗 所以呢你没有对症的话呢 你就不知道 原来 我只要补 难怪没有效果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贫血就是妈妈嫂的贫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造出血细胞的妈妈 叫做造血肝细胞 造血肝细胞 这个造血肝细胞呢 它就住在骨髓里面 所以呢骨髓80%是有 但是呢 天生不够骨髓的人呢 这个骨髓看到吗 骨髓就是这些妈妈咯 OK啊 他的工作室是什么 你看到吗 他吃东西 他要吃东西 他才能生孩子出来 看到吗 生出来的孩子呢 长大之后叫做什么 红血球细胞啊 白血球细胞 血小板等等等等 OK吗 那现在你做什么东西 你没有给他吃 难怪他不够 妈妈天生少了 明白吗 所以呢 这种贫血呢 叫做再生障碍性贫血 OK吗 这个就叫做再生障碍性贫血 明白了吗 朋友们 所以这个根本上是铁不够吗 不是的 是叶酸不够吗 不是的 叶酸跟铁没有关系 是跟骨髓有关系 所以我来 我问大家 你们可以自己 自己回答 所以呢 如果你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 请问你可以喝油吗 你可以喝油吗 你知道了 你自己问自己 明白吗 OK 所以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 发生的原因很多了 OK 你看到什么意思 大多数在老人家上面 OK 这个是研究的 你可以去查 再生障碍性贫血 都是在老人家的 为什么 我刚才跟你讲了吗 人年纪越大是什么东西 黄骨髓对吗 黄骨髓80%是油 你给他什么油 你问问你自己 你给他什么油 你没有来这个课 如果以为没有做教育的话 你知道你自己 其实要吃这么多油的吗 你知道自己要吃好油的吗 你知道吗 我问你们 很多人不知道了 对啊 很多人不知道了 我是有 我是有 我们是以前大学时 我就要读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了 我从年轻的时候 10多岁 我就开始吃油油了 OK 明白吗 所以呢 在这里大家知道了没有 OK啊 来这些下去啊 OK 第二种呢 是什么东西 第二种呢 是自主免疫系统的问题 没有办法的 我这个这个改 这个这个就真的是有一些问题了 OK 这个呢 是什么 这个是 呃 T细胞 或者是白血球细胞 OK T细胞跟白血球细胞 或者是NK细胞啊 就是呢 身体的免疫细胞 它去 打 红血球细胞 造成它死掉 OK 或者是呢 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是啊 这个红血球细胞 它的工作是把 氧气送给器官了 但是它自己吃掉 它自己吃掉 结果呢 它自己吃掉哦 你的白血球细胞 以为它是坏人 OK 就把它打掉咯 OK 因为它要它要氧气的 它要氧气 身体器官要氧气的 它以为这个是细菌病毒 把它打掉 所以呢 这个就叫做 地中海瓶血 所以地中海瓶血呢 是什么问题 根本上是属于 autoimmune system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嘛 我其实啊 你很多时候呢 医生他们都讲啊 哎 免疫系统那边出问题 有SLE啊 红斑蓝仓啊 或者是 这一次的这个免疫风暴啊 就是呃 中了这个COVID-19 死亡的人 很多死亡是免疫风暴 是自己的免疫系统 打自己人的关系的啊 还有这种地中海瓶血 这一些自主免疫系统的问题呢 OK 你以前会听到的嘛 其实以前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现在文明 我个人是认为的 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法 可能是加工食品 OK 可能是加工食品 即使那个加工食品 它的成分呢 是有认证是说被誉为安全的 但是长期性来说你不知道的 OK吗 可能是你的 现在文明生活的原因 你的生活习惯 导致你的情绪上的问题 可以影响到你这个自主免疫系统 OK这个也不知道 这些都是我做的假设罢了 OK 也有可能啊 这个是可能吧 OK这个是我曾经啊 看到一些科学家的推论 这个只是可能罢了啊 可能是你小时候baby的时候 你打的疫苗 OK 疫苗是做什么 疫苗产生抗体 对吗 然后同时间呢 会动到你的这个自主免疫系统 也有可能会乱 这个只是可能罢了 OK 所以呢 就是有些人问 为什么第一型糖尿病 什么是第一型糖尿病 第一型糖尿病是属于 疑张不能制造胰岛素对吗 OK 然后呢 那个疑张为什么不能制造胰岛素 他们是被免疫系统打死的 知道吗 你的疑张被免疫系统打到坏掉了 知道吗 所以呢 很多科学他们讲 是不是打那个疫苗 小孩子小时候他们打疫苗的关系呢 啊 这个呢就是很难说了 就是有很多种原因的 我们不知道的 OK吗 把这个只是千万分之一的哦 就是呢 呃就是肌虑是很小的问题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因为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 那个孩子 怎样我们不知道 OK啊 他是很多很多种原因的 OK吗 所以第中海评学也是 他是自主免疫系统的问题来的 OK 你要问我 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呢 要怎样去改善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比较难一点哦 然后呢 再来 再来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第中海评学的人 请问你可以喝油吗 你可以喝的 吧 你不能喝多 为什么 他不会对你造成副作用 我先说 你不会有副作用 只是呢 只是呢你喝 第中海评学的人 你喝油你会晕 所以不不建议大家喝太多 OK吗 你可以一天一包 你可以一天一包 你可以睡前喝 睡睡觉之前喝哦 啊那个就 我跟你说了 身体都有过度期的了 你可能你喝一包你会晕啊 你喝久了之后 你可以喝两三包的 啊这个是我个人认为了 OK 因为呢我身边看到太多 各掉胆的人明明不能喝油 啊 但是有些人像我们的老老大 就喝了 喝了九包十 十包的油 那就是会有一个过度期的 你身体会有一个适应期的啊 啊都可以喝 毕竟呢这个油呢 听了我这场课的人都知道 这个油可以帮你补脑 可以帮你补眼睛 可以帮你补肾 可以帮你呃有胰岛素 OK 就是帮助你的胰脏 OK帮助你的肝 清净你的肝 还帮到你骨髓 OK 帮到你的血糖 这么多 你认为你一天一包油够吧 啊你问问你自己一天一包油够 所以 这包油哦你吃进去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包油哦去到你身体的哪里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早上一包中一包晚上一包啦 这个是最好的的啊 好不好 各位朋友们明白吗 好 所以呢另外一种评写叫做什么东西 另外一种评写呢 是发生在小孩子上面会比较多 baby啊不是小孩子啊 baby ok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呢 我们生出来的时候 包包的身体还不健全 那个骨髓还不健全的关系 可能是红骨髓的关系的啊 所以呢 他生出来的这个红血球细胞啊 是比较不能用的 比较 比较 不能用的啦 你要生出来发育不健全的 所以他不能够做工 他不能够把你送氧气 所以呢 又在被我们的身体的迷信中打死 ok 这种就叫做熔血啦 所以 你看为什么baby很容易黄 啊 黄其实是贫血的原因 黄呢 是因为身体的那个红血球 他不能用 他死掉了 死掉过后呢 他就示范一个东西叫做胆红素 胆红素呢 就染黄你的皮肤啦 ok吗 各位 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在这里呢就是 特别是小孩子出生会比较 baby上面会比较多的哦 就是 你的骨髓生出来的孩子一个 但是呢 死掉了这个骨髓三个哦 出生的太少 死掉的太多 这个就叫做熔血性贫血 ok 熔血性贫血 所以 熔血性贫血的人 其实也是可以喝油的 but baby的话呢 我们公司是鼓励哦 两岁以上才开始的嘛 你们可以跟着公司的sob啦 跟着公司的sob 出生一个月 不要乱乱给他吃东西啊 ok 喝母乳就好了 喝母乳啊 ok 来 再接下去啊 所以呢 小哥们讲身体上当然是不能缺营养啊 铁是他们重要的口粮啊 铁啊 ok 你看得到是 所以呢 这个铁呢 是制造红血球细胞的原料 ok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如果铁不够的话呢 就是属于缺血性贫血 你看这个又是不同的贫血 看到吗 你们今天选到几个贫血 我问你 第一个呢 叫做 再生障碍性贫血 对吗 骨髓不够的 第二个呢 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叫做地中排贫血 第三个呢 是 那个红血球它不能够用 叫做溶血性贫血 第四个呢 是铁不够的 叫做缺铁性贫血 ok 第五个呢 是什么就是 现在我们讲的啦 液酸或者是B12 液酸是B9咯 就是缺乏B9跟B12的啦 缺乏B9跟B12的呢 就是叫做 具有细胞贫血 ok吗 来在这边提外话 提外话 CellPro里面呢 有液酸 CellPro呢 里面也有B12 CellPro呢 里面也有铁 所以呢 一包CellPro 哈哈哈 你要的营养都有啦 好不好 几乎啦 几乎都有啦 ok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世界上的营养哦 多么完整都好 都没有母乳来的完整 最健全哦 最完整的营养 就是妈妈的奶 ok 就是母乳的啊 ok 没有一个营养哦 有像母乳这样会营养咯 ok吗 当然前提是那个 那个妈妈她吃的很健康啊 她吃的很健康 明白吗 OK CellPro怎么完整 你没有像母乳这样完整啊 ok 或者是你 你挑死咯 挑死啊 人就不要挑死哦 来在这边 贫血的原因很多 症状也复杂 来贫血的症状 第一个皮肤苍白啊 因为血 血不够 血去不到那边啊 你就皮肤苍白 第二个你会感觉到晕 ok 那个送去我们脑的血太少了 ok 你不够氧气你就会晕哦 第三个呢 就是你血流不止 那个血一直喷不停哦 ok这个也是属于血小板不够 然后呢 是做什么呢 你要补充维他命K 维他命K 维他命K是止血的 ok维他命K 维他命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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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呢 在broccoli很多 broccoli啊 花椰菜 ok 然后再来的第四个呢 你会关节异常疼痛 这个呢 是属于又再次免疫系统哦 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人的啦 ok吗 把这种现象是很少的啊 不要去担心啊 ok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你黄啊 皮肤黄啊 皮肤黄 黄胆啊 所以呢 这个是因为呢 里面的血死掉了之后呢 他就会释放一种 荷尔蒙叫做胆黄素 其实呢 不是胆黄素 胆黄素啊 胆黄素给你做什么 为什么你要让你的皮肤黄 这个baby哦 他会在这个时候黄 他的黄是一个保护体制 就是要告诉我们大人他 听血了 ok ok 所以你看啊 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给你去晒太阳 给你的骨骼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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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骨骼能够被保护到啊 所以你看他 他是有原因的 明白吗 当然你记得要多喝母乳啊 ok 多喂母乳了 多塞太阳啊 ok吗各位 各位 这些都是一些临床报告啊 是说 呃 什么 你喝了油之后呢 对我们的骨细胞增值是有影响啊 ok 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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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然后呢 这些都是我的参考文献 还有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下 呃 我除了参考这些之外呢 我的这个slide呢 是跟我那个中国的骨 骨科医生跟一个中医师一起完成的 啦 我不会的东西我去问他们 不问 我把这些知识完整的带给大家 那么呢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很多人 120个 太开心了 ok吗 各位今天的课ok吗 满意吗 满意了 虽然我们讲回油 但是是不是觉得获益良多呢 啊 你们也可以开课讲咯 你们也可以 好 明白吗 哎呀呀 来 我们来看回 今天 今天要看的这个啊 你们有叫新人过来吗 哈哈 ok 看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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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花节 哎 哎呀 我从上面刷下来啊 ok 清醒咪谢谢你啊 清醒咪把我打出来啊 seren chan ok 好像cami放尾外覆盖看到了啊 有啊看到吗 啊很多蔬菜都有的啊 ok 难怪身体很累啊 嗯 你明白就好 你明白就好 ok 红骨髓40%是有 黄骨髓80%是有 对的 very good zoon 对 ok 第一 秀儿姐你写什么东西 我这个不是很能scroll下来 哇 看得到 哦很好很好 你帮我打下来啊 ok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ok 啊 idle idle call 谢谢你啊 thank you啊 zoon 今天的你们真的是够厉害 ok 谢谢啊 idle call 你可以喝超过三包油吗 没有问题的 ok 血压滴的人哦 我教你们 血压滴他可能有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是经脉阻塞 他经脉塞住了 所以他经脉不能毁油造成血压滴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有可能是因为心脏不够力 ok 心脏不够力 你喝油 喝油之外喝水多一点给他循环 然后你你推一下你的脚 经脉最多在那个脚那边 最粗的在那边在那边 然后呢 呃你可以喝小pro 小pro啊 ok 小pro可以给我们心脏有力的 ok either way to find germania in what food 就刚才我讲的咯 人生的灵魂 你可以tap germania food 你去tap看有没有 ok 就是那种 你觉得喝了有力的 哦 其实 你要让自己有力啊 你可以用bcaa开始 你可以喝南板东林 南板东林也是可以的 尽力 ok bcaa他也是 source 也是来他的工作也是这样子maniam这样子的 ok吗 ok bcaa跟那个马卡 ok 啊 加入以为才知道有很重要哦 哦 是哦 我们做教育的都太开心了 Celia谢谢你啊 你也来啊 今天谢谢你啊 今天人很多 谢谢你 谢谢你啊 他是属于完整营养 但是他不是属于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有的那种 不能这样子讲了 ok 我们比如讲 讲一神军他就没有了 ok 好 对吗 什么营养要足够对 ok 当做保健 脂肪伤燃量是否足够够咯 硬家骨有两包 balance 两包 美抗有一包总共五包够了 这样子就ok了 perfect了 perfect了 ok ok 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想要 想要去体温的话你们可以体温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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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line thank you啊 今晚姐 thank you啊 Janny Janny今天也来 我谢谢你们啊 Sharon今天也来 谢谢你啊 Chin Sammy 谢谢你啊 Hilia thank you Thank you Sharon Sharon谢谢你啊 OK Ida谢谢你 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Hello 谢谢你啊 ok 所以 如果各位 西瓜姐谢谢你啊 你是可以做讲师的一个人 哦 收获了都可以去讲课了 ok 你要我的善一个我送你 ok 然后 呃 在这边就是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 呃都可以尽量的去法文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克服一下 综合的知识就是这样子的哦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啊 接下来 我要做的课题啊 整天 我直接答应你们 但是我还没有做 我讲眼睛了 我讲眼睛了 ok 接下来一月了 一月了 一月给大家讲眼睛了 ok ok 眼睛全部讲到完 我跟你讲 我的资料收到七七八八了 完整的那种那种资料 ok 讲到完全部给你们知道到完 哈哈哈 我可以夸笑还口 但是 不简单啊 这个这个要翻书 哈哈哈 OK 啊 你们有什么好的书 推荐给我的 要sponsor我书也可以啊 哈哈哈 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富贵手的问题要怎样做才能有更好的改善呢 富贵手的问题 ok 要怎样做才能更好改善 哦 你昨天有问是啊 还是之前我记得有人问这个富贵手 我们以为哦有见证呢 就是富贵手呢 其实你他们喝油 ok喝油涂在手上的话 然后尽量避免接触那些洗衣粉那些 都都东西 然后你用了那种sampoo的话 你用天然的 比如说有没有的肥皂 什么东西 你可能会改善 可能会改善了 ok吗你你喝油然后涂手 把油涂在手上 ok Mr. Lim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啊 ok 要做翻几句的早午啊 开始可以做了 Omicron呢 不要太害怕 Omicron ok 不要太害怕 Omicron他的杀伤力比起 之前呢他的其实算是低了 我看数据了 然后把他的传染性会比较高一点 只是要担心那个传染性 OK 把你们爱上喷喷喷喷 然后injaka吃多一点 好 谢谢你 thank you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闪到腰 喝油和喜乐宝有帮助吗 OK 闪到腰可能是那个肌肉走围 有可能是那个筋走围 可能你要去找推 推拿会比较好一点 OK 应该帮助不大 闪到腰的话 OK 帮顾问 工作的缘故 双脚不停的走 走到脚美丽 发动 请问老师 OK 脚没有力的话 就是因为这那个血 他回油不能上去 OK OK 这一个呢 他有没有静脉取长的问题 他可能是那些东西沉淀了 不能够上去 OK 沉淀了之后不能够上去 所以呢 在这边的人 我只能说你第一点你要休息 第二点你可以拿油推荫的脚 OK 然后呢你可以喝油 喝油跟喜乐宝 这两个 油跟笑破 这两个东西 OK 林爱卿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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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 笑破是属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完整营养 然后呢 又是可以在今天的课来讲是补我们的补谁的 OK 补我们的补谁 哦 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哦 OK 你也要塞啊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OK 你去找你的上线 我叫你的上线呢 总之就是找到上线了 因为我有那些领导的那些联络方式的嘛 然后呢叫他们 我们来 我E-mail给你们了 好不好 我E-mail给你们了 只要找你们的上线 谁介绍你们进来的 这就可以了啊 喝油喝多了 为什么会从肛门流出来 流出来不觉得等到朋友看到我衣服黄黄才知道 为什么 OK这边呢 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呢有一种叫做 呃 叫做什么油啊 油什么辣 什么 那那种是什么 是我们身体其他的那些不好的油 OK 那些人身体来不及消化的油 所以典型来讲哦 有些人他们吃的那种哦 发了很多天的烧 他们会有这种 从屁股流那个 油出来 有这种有这种人的 我曾经也有过 曾经也有过 这个呢 是可能你的你的肠哦 你的肠那边呢 它黏住那种辣油 我们讲是蜡那个蜡烛的啦 OK 然后那个油跟它flash出来 所以呢 它是它是排的一个线 这样的充电的 藏出来的 OK 因为Google输送的 请问怎样会以为产品 OK Google输送的人 早上中午晚上一包sell pro OK 早上中午晚上一包sell pro 早上中午晚上一包sell pro 早上中午晚上两包两包两包裹 OK 早上中午晚上明白了 OK 啊 新华姐谢谢你啊 OK 啊 Jennifer姐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确实多谢你已经在吃油胃产品一年了 三个星期开始有副理指备全身痛 欸 你昨天好像有问过我耶 是吗 全身痛 OK 如果呢 你们身体有痛的人呢 是什么问题呢 OK 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下 油胃的副理指备呢 有一个技术叫做远红外线 远红外线呢 它不是让我们的血液流通快的 不是加速血液循环的 它是让我们的血液流通迅畅 所谓的顺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这个 你的地方 有些地方呢 它叫微血循环 它不能够走 OK 然后呢它顺畅是什么意思 它不能够走 但是这个远红外线会硬硬的让你走 OK 你可能晒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你可能你晒高线 你可能你晒板不存 这些东西 然后它不能通 但是呢 你喝油之后 你再喝那个远红外线 OK 油它能通 但是它没有力吗 眼红外线它有力的呢 它让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了 所以呢 它硬硬给你通的时候 你就会痛 你就会痛了 OK 如果你很怕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停止用了 这个是属于好转反应感的 你可以推它 那你你你刮刹啊 推啊 然后或者是你去找人家帮你推啊 然后多喝水 这些都很重要啊 那个有痛的地方 你去推一下 OK 64年你已经喝了硬家骨 有三个礼拜 又有眼睛会红啊 为什么呢 OK 如果你的眼睛会红的话呢 你担心的话 你去找眼科医生 你去找 我这边不能判断 我觉得去找医生会比较好一点 好吗 OK吗 眼睛会红很多原因的 可能是 我不要讲白盖利息了 所以你去看会比较好一点 好 有可能是细菌感染 有可能不是有造成的 我们不知道 OK啊 去找医生啊 谢谢你啊 OK 可以进啊 OK 哦 有各个想要和我们 Balance有改善 有改善就是好事的 但以原理来说的话 应该是 不能够根治哦 OK 如果走位的话呢 你是要靠外力去推他了 有大警报的人要如何用 以为的产品 OK 有大警报的人 断根是难 我我我不好意思跟你讲 断根是难的啊 你可以试试看啊 Cell Pro Cell Pro跟果油都很重要 OK 大警报的人呢 都是属于这一边 你的Tirac那边呢 的荷尔蒙分泌失调了 OK 他会跟你的血糖直接影响关系的 呃我在这边哦 哦 看得到就是呢 有大警报的人呢 他们的情绪是什么东西 他们情绪有两个现象 有两个现象呢 Idle哦 自己的血糖过低 或者自己的血糖过高 然后刺激到那个Tirac Hormone 出来的 OK吗 OK吗 假装线的那个 假装线的荷尔蒙出来的啊 所以呢 呃在这边呢 你可以调理的哦 就是你用Cell Pro 早上一包晚上一包 然后果油一包一包一包 这样子的啊 OK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可以找你的上线 叫你的上线来死了我 叫你上线来死了我啊 可以可以 OK 其实是老人家吃三套油的刺 都会泄到什么原因 OK 吃油会泄肚子的原因啊 两个 当然煮塞 干泰油 干泰油啊 OK 他帮你洗那个干的油出来 两个原因吧 OK吗 你可以减少刺 你可以减少刺 OK 然后你多喝水 一天吃两包啊 你就要一天吃一包看看 哦好不好 请问膝盖会痛 要怎样喝油 膝盖会痛的人呢 啊 啊 膝盖会痛的人呢 你就 Vitamin C OK 加果油 加效 OK Vitamin C Vitamin C 你吃多一点水果啦 OK 15 所以你还做了水流手术 要吃什么产品 OK 水流手术 OK 身体的流太水流不只是一个的 肯定有很多个只是小小力量的哦 你可以这样喝 balance Balance啊 OK 15 所以不需要喝那么多 你可以 一天一包股油一包一包 Balance 这样子的说明天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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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看啊 你可以叫你的啊 去叫你的去你快说 OK 你们这里都会比较快的了 我教会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谢谢啊 谢谢各位 谢谢啊 OK 谢谢各位啊 那么呢 呃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 还有吗 各位啊 都可以来去询问啊 我今天好像录得太远太久哦 sore recording一下 好 那么呢